科學家已經發出警告,地球大滅絕即將來臨 Hi 大家好,這裡是洛金 讀完真輸入不如行萬里路,跟洛金一起觀其探物 你知道嗎?今年英國夏天最高我們來到了40度 而台灣的花蓮也達到了41度 位屬溫帶的英國最高溫 竟然能和一個富瑞代國家一樣 還記得高中時立老師教你的英國年均溫嗎? 夏季是14-25度,價格數理教的不再適用於現在 你能夠想像本該是冰天雪地掛著暴風雪的北極 出現了颱風、野火、強降雨嗎? 這是英國國家海洋大氣總數 在去年的北極年度報告書裡提到的 氣候變遷使北極變得更實、更暖、更多風暴 這使得北極冰層逐漸減少 這會發生什麼事呢? 科學家已經發出警告,地球大滅絕即將來臨 那如果人類徹底反省,立馬採取行動 還要繼續修正這一切嗎? 還是最終我們只能接受第二次大滅絕的來臨? 崩塌已經開始,由於循環效應導致速度必定會加快 崩潰規模越來越大,帶著影響隨之加深 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還會指令我們魚去魚球的事物 可能會開始動搖或完全消失 預測中的災難將會比村落比或迄今發生的任何事件更具破壞性 不只會造成洪災、強勁颶風和夏季野火 還會降低每個受害者及其後代的生活品質 留下不可挽回的後果 當全球生態崩潰最終得到解決,並達到一個平衡後 人類如果還存在地球上的話,將永遠住在一個平級星球上 而直接跟你們說的會大滅絕,你們可能沒有感覺 2030後的地球會是什麼樣的? 數十年來,希望開發更多的土地做為農田人們 在亞馬遜流域進行大規模森林砍發及非法分燒 導致到了2030年代,亞馬遜雨林面積將減少至原始林的75% 雖然面積一檔龐大,但這可能是亞馬遜雨林的一個臨界點 引發一種稱為森林枯燒病的現象 森林突然變得無法從縮減的樹冠層,產生足夠水分滋養於云 亞馬遜雨林最脆弱的區域,首先推化成季節性漢林,而後變成大草原 在地球另一端,預計北極海到2030年代,將首次迎來完全無冰的夏天 致使北極成為開放水域 即使是在避風港內多年的海冰,後送的冰層反覆凍結也無法避免亂化 可能會開始消失 位於冰層下方的海藻林會落入海底,影響整個北極的食物鏈 由於地球冰層減少,每年白色面積會逐漸縮小 代表反射回太空的太陽能也隨之變少 全球暖化的速度將再次加快,北極開始失去冷卻地球的能力 當北方湧動土融化,釋放出1400兆噸的二氧化碳,也會加速氣候變遷 在接下來30年中發生的森林野火和冰層濃化 都會使大氣層中碳排放量劇烈增加 海水表面一如既往吸收過多的碳含量 被氧化碳濃度水中會形成碳酸 首先在淺灘處接著進入海洋環流,最後遍及水體 那2050年代呢,整個海洋可能達到足夠的含酸量 足以引起戰戰性的衰退 珊瑚礁是說海洋生態系中種類最豐富的,特別容易受到酸化作用的影響 由於多年來的珊瑚白化,海洋酸度的上升使珊瑚礁更難修復其碳酸鈣的結構 在這個空氣變暖暴風雨強烈的時代,珊瑚礁可能因此崩潔 有人也預測地球上90%的珊瑚礁將在幾年內被破壞殆盡 海洋也容易受酸化影響,日域酸化的海洋會抑制其蓬勃發展 整個食物店的魚類也深受其害,牡蠣和磅類的收成將開始衰敗 其餘的商業化漁業和養殖可能會在2050年步入終結的開始 超過5億人的生活會受到直接影響 人類一直以來攝取的某種蛋白質來源,將從飲食中徹底消失 到了2080年,全球陸地糧食產量可能會陷入危機 在全球氣候涼爽富裕的地區,一世紀以來 農業使用過多肥料會造成地利浩解,毫無生機,沒有大豐收 氣候溫暖、貧窮的地區,全球暖化會造成氣溫上升 暴生季風、暴風雨和乾旱季節改變,使農耕注定失敗 地球各地數百萬噸的錶土流失可能會進入河頭中 微笑有城鎮帶來轟灾 假使當前的農藥使用率居高不下,蜜蜂之類的受粉者兼疾病仍在傳播 昆蟲物種的消失將影響我們四分之三的糧食作物 如果無法仰賴昆蟲星星的受粉 蔬果、堅果和油脂類的熟成將大受影響 如果你覺得2020的COVID-19已經夠難倒了 在這個階段,另一種疾病可能會撤毀我們 估計有170萬對人類有潛在威脅的病毒 藏在哺乳動物和鳥類群種中 我們越是砍伐森林、拓展農田 並非法販賣野生動植物、破壞大自然 就越可能引起另一種傳染病爆發 22世紀可能會掀起全球大範圍、人道危機 這會是史上最大人類被迫遷徙的事件 在21世紀由於格林安道和南極周的冰蓋慢慢融化 加上海洋暖化面積不但擴增 全球沿海城市預計將面臨海平面上升0.9公尺 50年以來,500個沿海城市中 可能已經有超過10億人口在承受風暴潮的情形 但是到了22世紀 海平面就會上升到了足以淹沒港口和防洪腹地的地步 杜特丹、胡志明市、邁阿密和其他國家的港口 將沒辦法抵御洪水 因此無法承擔風險,變得不適宜居住 被趕走的人們不得不遷居內陸 但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假如以上事情都發生了 那麼到了2100年 地球溫度就會比現在高了4度 超過1%的人口可能會住在平均溫度超過摄氏29度的地方 現今只有撒哈拉沙漠能達到這種日常高溫 全球氣溫比較溫和的地區 將承受人口移入的巨大壓力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邊界也無可避免的消失 世界各地都可能爆發戰爭 只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悲劇 每個人都難逃罪責 但必須說這絕對不是我們的錯 因為直到近10年 人類才知道這世界本來就不是永續的 至今唯有數十億不同的生物體 充分利用周遭每一種資源和機會 數百萬計的生物過著緊密的生活 彼此扶持 才能使地球高效運轉 保持生物多樣性 保障所有生命的安全 現在既然知道了這一點 你我就能做出選擇 當然這個決定稱不上簡單 畢竟僅僅僅抓住我們知道 而傾視或恐懼不知道的東西 是人類的天性 不過當我們真正提悟到自己活在我們的星球 當然會希望它變得更好 現在採取行動做出改變 相信還有時間 還有最後的機會恢復這個美好世界 而這一切的前提是你的意願 那本集都已經就說到這了 看完這期影片 你覺得是不是真的會發生這樣的災難呢? 留言說說你的看法 別忘了幫影片點個喜歡 分享給你的朋友們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